据韩国媒体报道,韩国艺人朴友天因涉嫌吸毒被拘留 7月2日,杂员对朴友天判决有期徒刑10个月,缓期两年执行 随后,拘留所释放了朴友天 而朴友天在7月6号,即被释放4天内就开通了社交账号 公开自己的日常生活,晒出风景,美食和狗狗的照片 而他的弟弟朴友焕是其唯一关注人 非法娱乐,时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